大家好,我是耶斯哥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好消息 这个庇护新镇他现在出台了 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新镇出台到底是不是一个截止 因为影响最大的就是公卡的这个时钟的问题 按照这个新镇出台之后 所有的这个申请人的公卡时钟 必须得走满365天才能申请公卡 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如果说是在新镇之前提交的申请 到底是按150天算公卡时钟 还是按365天来算 按照最近的一个例子 我怀疑很有可能在庇护新镇之前提交的申请 可能是按照150天来算公卡时钟 也就是老的申请按老的政策来 他这个新的政策很有可能是管制的是所有在这个新镇以后提交的申请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首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庇护新镇 其实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啊 就是这个365天应该是铁板钉钉了 当然有有很多朋友说啊 现在他是不是能够这个收到移民局的这个呃就是各种移民团体啊 或者是这个呃各种团体的这个法律挑战啊 啊那么这种挑战呢肯定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用法律挑战最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势所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因为他这个法律挑战的模式嘛就是呃上法院啊好这个地区法官啊 把它进出台一个禁令 但是呢这个美国政府他也可以上诉啊 他上诉最后搞来搞去就到了这个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目前来说呢 这个啊支持政府的这个这个政策呢还是比较多的啊 所以你说这个365天最后能不能呃被取消掉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只能说他会有一些的波折 但是最终这个365天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所以这个是铁板钉钉了 那么现在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啊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啊 到底这个在新证之前提交的申请人 比如说啊5月份提交的申请 对吧 那我5月份提交的申请 现在你8月份啊出台的这个新证 那按照我5月份开始提交 对吧 那我到现在怎么着 这个公卡时钟应该也走了有三个月了 对吧 如果说我按照这个150天这个老政策来的话 那我再过啊 两个月啊 三个月已经是90天了嘛 再过两个月也就是60天左右 我就可以有资格去申请公卡了 结果那到底你这个新证出台之后 那我是不是说自动延长到一年 还是说我还是按脑政策来呢 这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结合这个问题啊 啊 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位朋友啊 他刚刚收到的一个回质 他这个回质呢 当然他这个不是说他刚申请 然后别人提给了回质 而现在收回质都慢了啊 他这个是六月份 六月份啊 递交的申请 然后现在才收到的回质 啊 收到回质呢 他收到回质以后呢 这下面就会有一个那个啊 外国人号码 a number啊 有这个a number呢 他就可以直接在移民局的官网上 查他的这个case的状态 然后他一查呢 很奇怪啊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英文 他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啊 他是说啊 我们收到你的申请 we received your application and send the received notice to the mailing address we have on file you should receive a notice for your biometric appointment in the mail 就是很快你就要收到 这个打指摩的这个信了 you must attend your biometric appointment before you come in for your interview 在你接受面谈之前 你必须得完成这个打指摩 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you must have a 这是关键了 这个地方是关键 you must have an application pending for at least 150 days before you can apply for a work permit which is called an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 ead 也就是公卡 我们熟知的公卡 所以这个关键 他这儿写的是150天 你看到没有 他是6月份申请的 也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庇护新证出台之前 当然他是刚刚收到的这个回质啊 刚刚收到的回质 所以他 他这个回质本身就慢了 但是呢 这个不影响他的公卡的时钟啊 你看 我们来看看啊 他后面还有 The number of days your case is pending is determined by the EAD clock The EAD clock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total time Your case has been pending for adjudication which can be with USCIS The Executive Office for Immigration Refuse or both The EAD clock does not include denays your causes or requested in the processing of your case before either USCIS or EOIR which stop the EAD clock Your case has been pending with USCIS for 67 days not including delays 注意看啊 注意看 他这上面说了啊 你的这个公卡时钟已经走了60多天了啊 这个是两个关键数字 一个是前面的这个 你必须得等到150天 你才能够申请公卡 第二个呢 是确定你的公卡时钟在走了 也就是相当于说啊 虽然他是现在才收到回质 但是呢 这个不影响他啊 实际上是就是相当于从他从移民局接到他的这个申请的日子开始算公卡的时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这个公卡时钟算起点 因为是在这个庇护的新阵之前 所以他这个是按150天来算 那么也就是像我们之前啊猜测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有可能老的case是按老的政策来算 那么这个截止点就是以这个庇护新阵作为一个截止点 你如果说你的申请的提交是在庇护新阵之后 他可能就是按啊一年来算 那么如果是在庇护 申请之前提交啊 就是这个这个新阵之前提交 那有可能是按150天来算 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 到底是不是说这个移民局的这个系统还没更新 还是什么搞也搞不清楚啊 但是按照他现在这个啊始终150天 那那如果说我就一直查嘛 对不对 我就一直查 我我就查到我到149天 哎 他这个显示还是150天 我最后我到150天的时候 我再查一次 哎 我就确认他 哎 他这个显示的 我能够申请这个公卡了 对吧 那我就申请呗 对不对 反正他移民局的信息是这样显示的 那我干嘛不尝试一下 所以很多人呃 这个担心自己到底是不是按150天来算啊 你就时不时的查一下你的这个case的状态嘛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移民局的网站始终显示还是150天 这个规则的话 那你到150天你当然可以提交申请了 对吧 他显示这个那我干嘛不申请 对不对 所以很有可能呢 有可能会按老政策办 但是呢 我也不知道他最终移民局会不会呃 又出台什么补助啊 这个这个补充说明什么之类的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比较乐观的预计吧 很有可能这个呃 庇护新政之前的申请按老政策办 然后后面的是不是按新政策啊 是这个样子 好 今天的话题呢 就讲到这儿 现在的收看再见